金毛路过一个卖玩具的摊子时,直接赖在地上,不给我买就不走了。 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,其实他们就像是个孩子一样,也是会撒娇耍赖的,主人做的事不合他意了,他也会闹情绪,但是只要主人一稍微哄他一下,马上就又会忘记了刚才的事情了。 就有这么一位网友,家里养了纸袋金毛。 这天主人带他去家附近散散步,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卖玩具的小摊子。 上面各种各样的玩具很好玩,金毛当时坐在面前就不愿走了。 看样子金毛是想要玩具玩呀。主人想拉他走,但是他却始终叫住,让主人给他买玩具。 网友最后没办法,只好买了一个小玩具,金毛看见主人给钱了,这才起身走了。 真的怀疑这金毛是不是成金了? 主人的一举一动他都明白,但这都是别人家的狗呀。 主人,你到底走不走,你不走我走了。 金毛,你到底给我买不买? 不买的话,我就一直坐在这里,任由别人来摸我。 主人,真是带给你了。 主人,真是带给你了。